可这两口子到底怎么欠下的这么多钱 咱还是得问问呢 在刘建光进行体检的时候 行动记者才得空听石大姐好好说说 我也不说非得逼他到什么程度 但他一分钱都不还 我欠我这么多 这不像少 一百多万我也有外债 你哪能做一点都不还呢 石大姐说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也是被逼无奈 要说他和那两口子的合作 得从2014年说起 我们就是做这个生意 就是有这网牌账 就是我有个铺垫嘛 他那个卖了一口陆续的还物款 按照石大姐的说法 在携程做生意有个惯例 一般情况下 供货商先垫付一部分货款 就是石大姐先把货 发给刘建光两口子 让他们先卖着 然后呢定期给他结账 虽然这对石大姐这样的供货商来说 有一定风险 但是多年来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而且往来的都是老主顾 所以也没差过事 可石大姐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跟刘建光两口子 合作的第四个年头 问题出现了 16年年底的还款费劲了 这17年几乎就没还我什么钱 当时费劲的时候 您就是心里没有 为什么担心吗 担心啊 我就一直在追款追款嘛 他每次都说还 每次都说还嘛 结果呢 那个结果他就总也没还上来 有时候说还我10万 完了结果就拿了5万 虽然之前的合作都还说得过去 可是这货款眼瞅越压越多 石大姐心里也越来越没底儿 到了2017年 见刘建光两口子 始终没有补上拖欠的货款 石大姐决定停止给他们供货 等他们把拖欠的货款补齐再说 可是石大姐这决心 没下多长时间呢 刘建光就找来了 17年秋天的时候 他家出个意外 就是他爱人那个孩子死肚里了 玩我丑的也挺可怜的 我就又给他出了点货 这次刘建光来 并不是说还钱的事 而是讲了这么一个事 别看石大姐姓石 但心肠不硬 同为母亲 她能理解失去孩子的那份心痛